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成 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2021年的6月28号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这个武汉新冠病毒的新的发展 因为现在最猛烈的就是 Delta 就是印度新的变种病毒 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在演化 或者进化 因为你这个道高一尺谋高一丈 你发明出来的这个疫苗 它现在又又转化 那台湾这个什么高科技说 说我们的这个疫苗 也可以对抗这个新种疫苗 真是开玩笑 一点这个把老百姓当作白痴看待 我今天就要讲说 这是一种反制的行为 违反智慧的行为 我们的政府常常在干这些事情 以前政客 愚民政策 民可使游之不可使滋滋 我已经讲过 论语这句话 后来被人家重新又有剧度 分开叫民可使游之不可使滋滋 原来说老百姓只能够让他去做 不能让他知道为什么 就是民可使游之不可使滋滋 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 学到论语梦子的时候 就是这样讲的 可是后来有人讲说 这句话因为剧度不对 应该讲说民可使游之不可使滋滋 就是老百姓同意这件 你现在这个颁布的法令 如果老板可是同意的意思 老百姓同意的话 你就让他去做 就请遵守我们的规定 如果老百姓不同意 严格的反抗的话 使滋滋我为什么要立这个法 告诉你们 我为什么立这个法 理由 等到你们沟通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实行 什么立法院三都通过 总统颁布发行 等等等 不是这个 这都是法定的程序 现在我们不提那个 我们现在只讲说愚民政策 刚刚讲民可使游之不可使滋滋 我们以前的概念就是愚民政策 就是典型就是这样 因为以前要服从军国 要服从统治者 统治阶层 好像今天我们来讲 跟着新冠病毒有什么了关系 今天讲一下 我听到一个最好笑的一个 现在两点 第一点就是最好笑的一个 就是说那些高科技生技公司说 我们现在在开发的 预计8月份要出炉的疫苗 可以抵抗那个印度的新的变种病毒 就是所谓的三重病毒 就是Delta Delta就是三角形的意思 可以抵抗这个 搞清楚啊 你在研发的时候 这个病毒还没有出现啊 你现在研发出来的 你现在研发出来的疫苗是什么样 是你开始的时候 原始人要跟什么 要跟实际时代的人对打 你的对手是实际时代的敌人 现在敌人已经进步到同期时代了 你还在用对付实际时代的武器 你要跟他打个屁啊 稍微有点尝试的人都知道嘛 等到你研发出来 对付那个同期时代的 那个武器的时候 那个疫苗的时候 这个病毒已经变成铁器时代了 进化了嘛 你永远追不上它 我刚才不讲说 倒高一尺磨高一丈吗 你只有什么 即时的处理 疫苗不是有残疾 为什么残疾一定要赶快打完呢 因为它有时效性 时效性过了 然后药效什么通都没了 就像食物放久就会收掉一样 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开了罐子上面都有写那个期间嘛 所以我想这个哈 我媒体应该教育教育社会大众哈 那因为说现在没有专家全部都是嘛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哈 第二项就是虾子摸象 虾子摸象是一所欲缘哈 一所欲缘里面有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有一群虾子哈 在那边摸那个大象 摸到大象 比如说这是一条水管啊 摸到大象腿 这是个柱子 摸到大象的身体 这是一堵墙等等等哈 这个我们小学的课本里面 好像国语课本里面就有讲过这个故事 没有的话家长也或者是在各种地方也都会 都会听到童话故事 里面会讲的虾子摸象 一所欲缘里面有 很多国家都有哈 那中国古代还有一句话叫以盲以盲 就是虾子带领虾子 就像说我们常讲说那个算命的不是都是虾子吗 虾子居多吗 所以所以有人讲说是问道于盲嘛 你问他那个你的前程 有人说因为虾子 所以他他不会说假话 心里明白 那实际上你去问他什么 他什么都看不到 他就凭什么 凭第六感 所以这个说 所以问道于盲 你在那什么路怎么走 他是虾子 他懂个屁啊 他顶多给你 他能够认得就是那个拐杖 点地下 这个地方有个田梗 不要踩下去 会摔倒 那边有一个水池 不要怎么这样 他只能够顾到他前面 脚前面那一寸的地方 他怎么能够给你指引远处的方向呢 那不可能就要问道于盲 这两个成语 今天讲的虾子摸象 就是这样 我就看到第二个 今天讲的第二个主题 因为我们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病毒了解很少 所以做出来疫苗才会有后遗症嘛 你没办法全面把它扑杀嘛 我说过 所有的这些病毒我们都没有没有所谓消灭病毒 而是没有被病毒消灭 从SARS开始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那个H1N1这些东西啊 这些病毒型的东西啊 人类没有把它杀死 没有消灭这个病毒 细菌你可能可以把它消灭 用环境用各种方式 可是病毒你根本不知道 而且它还变种啊 改变形态了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了嘛 所以我们是幸存者 活着的人都是幸存者 就算你有你的免疫系统 免疫能力增加了好了 你有免疫抵抗的能力了嘛 你都是幸存者 你没有把你跟病毒是平行的 和谐相处 你不要来侵犯我 你侵犯我也没用了 因为我有抗体了 那同样的 你没有把病毒消灭嘛 病毒还在嘛 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嘛 那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 我看到那个新闻里面报道 那个新闻报道等于没报道一样 某一个什么 某一个医生啊 他也不是免疫学的专家 还是小儿科是什么吧 忘了 不重要 因为Doctor Doctor 范子 这个所有的医生 包括博士 是Doctor 那哲学博士 就是PhD 那个Philosophy 我们不提那个 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 你用一个最简单的 他讲说 那个新闻的标题讲说是这个 新冠病毒的这个有十大征兆 比如说咳嗽 还有那个发烧 第一个就发烧 现在最重要就是量体温嘛 量体温 然后再来就是就是那个咳嗽嘛 打喷嚏嘛 然后再等等等 有十个征兆 我不在这边帮忙念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因为这是生命交关的事情 有十个征兆 可是现在这个印度的这个变种 变种病毒 他说这十个征兆里面 只有只有五个还是六个 有四个不会存在 就是没有那个症状 比如说不会咳嗽 当然有的还说不会发烧 我觉得那就奇怪 因为因为所谓的肺 这个呼吸道感染通常都是什么 都是咳嗽嘛 鼻塞嘛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打喷嚏嘛 那还有就流鼻水 他说这个也不会流鼻水 还有结果结果另外一个医生 不知道是什么科的 我忘了 反正都不是都不是 都不是所谓真正的那个 专业专家 而是他就是医生 比如说这个是精神科的 那是小儿科的 那是什么妇产科的 他们都在那边嘎一脚 表示说大家都是这个 其实大家都是瞎子 都在摸象 那是象就是病毒 他想说他这个讲话就不对 他说这个如果说流鼻水是一件好事情 就表示你你如果及时感染的话 是很轻微的 现在连四剂都还还很缺 所谓四剂是测试的药剂啊 要拿那个那个四剂啊 要深入鼻孔的鼻腔的这里很深的地方 因为那个病毒都聚集在这个鼻腔的这个 鼻痘那个位置啊 这个这个这个位置啊 所以你要深入 一般人你这样深入的话 你会很难过 但是如果你要采样的时候 你要自我采样 除非你是久病成良医 你才有办法拿那个 拿那个那个那个棉花棒 塞到那个那个位置去啊 一般人这样的话 早就打喷嚏 或者很难过 或流眼泪等等的 可是 但可是这个你现在是必须要这样 就像我讲说那些吸毒的人 或者是有慢性病的人 他自己会自己会给自己注射 那吸毒的人还可以找血管 找静脉 他比那个护士还厉害 他可以自己给自己打针 然后马上找到血管 当然吸毒的人是因为他早死嘛 那那些什么 那些有那个糖尿病的人 他自己要注射胰岛素 都是自己在打 那肚子上这边不行了 这边都硬了 这个用酒精也化不开了 然后就到换一边 这边打完了以后 再换一边换来换去 就是这样嘛 因为打胰岛素嘛 希望能够接近胰脏 来近一点的地方注射嘛 繁殖种种 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酒病成良医 但是刚刚讲的是 现在对这个病毒的了解 很微乎其微 没有人真的能够说 如何对症下药 因为科学家为什么不敢这样讲呢 因为你在那个电子显微镜底下看 它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那样了 它真的是这个狗日新日幼新日日新了 它是这样的一个进化的一种物种 你怎么规范它 你连虾子摸象你都还摸不着呢 但是我认为虽然是这样 但人家可以用什么 用科学的方法 什么叫科学方法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到底注射了这个疫苗之后 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我已经讲过了 你可以用筛选嘛 用Excel 用最简单的好了 那个Windows Office 那个Windows的公司 Microsoft的公司出了Windows Office Office里面有重要的几个 一个文书 一个是那个Excel 计算的 就是以前Lotus万对书的电子试算表 另外一个PowerPoint 那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JPG档的怎么转换 等等等等 凡此种种 你这个 这就是那三个东西 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年轻人 如果不会这个的话 那你在low b 可以这样讲 逊币了 那OK 那Excel就是计算的方式嘛 因为计算的方式 你只要设定条件 设定公式 它不要半秒钟就出来了嘛 多庞大数据 都是不要半秒钟 电脑计算的速度都快 这很容易 很容易就解决了嘛 就是你 你如何做筛选 我讲填问卷的时候 只要你把条件 统统都想到 穷局法 统统想到里面 全部填完之后 你如果说死亡 或者什么症状 立刻 建入电脑 把你的资料一叫出来之后 然后最后来就加总 来平均 统计 马上就知道 这些注射疫苗之后 死亡的人 什么年龄占多少 什么年龄占多少 从什么年龄以上占多少 这个 如果你会这个的话 你真的是 在我看来 真是忧心如焚的 那么简单的东西 还有困难 我195年生 今天66岁 这些软体 我都用 熟练到不行 那至于说 我们不能强迫别人 但是国家 国家有这种专家 不是有这个人 那个人都是专家吗 我没有再讲三遍 但我眉毛羊了三次 你就知道 他妈的专家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刚刚讲说 比如说有十种特征 要你注意 比如说咳嗽 或者是那个 发烧 体温身高 然后还有什么 打喷嚏 流鼻水 等等等 反正有十种 我都在看 我都在密切注意 还有我常常 每天都要用 不但洗手 肥皂洗手之外 我还用酒精洗手 每天都是这样 然后没事在环境里面喷 空气里面喷 就像那个念咒一样 好像在驱魔似的 但是没办法 你必须要把环境 也保持杀菌 这是没办法的现象 但问题是 很容易的方法 就是归纳 十种是归纳出来的 现在说 新的这个 印度的这个变种病毒 说不到十种了 那也是归纳出来的 你不用说 这个人来反对 那个人 到底好 我们举个最简单 因为我是看门道的 我就看到这个医生 批评那个医生说 他讲的不对 他说 那个医生说 现在会流鼻水 会流鼻水 我就是一个鼻子过敏的人 我常常容易流鼻水 我吃到冷的热的 我都容易流鼻水 或者吃到太甜的东西 或者怎么样 稍微有点刺激 我就流鼻水 清鼻 就是流鼻水 自然就流出鼻水了 所以我常常会要 我不喜欢吹冷气 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因为有的时候冷气 我会打喷嚏 也会流鼻水 尤其是在外面很热的时候 我从冷气房一出来 我马上打个喷嚏 可能就会流鼻水 或者我从外面 晒个很大的太阳照 我一进那个冷气房里面 我马上可能又会打喷嚏 又会流鼻水 因为鼻子敏感的人 就会这样 但是跟这个新冠病毒 有没有关系呢 不知道 因为现在有这么多人染疫 死了这么多人 就表示是空气里面 环境里面 弥漫了这个 那现在有一个专家 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 倒是值得让大家警惕 就是说 原来我们说 人跟人之间要保持距离 虽然戴了口罩之后 要保持1米5的距离 后来发现了不对 疫情增高 所以要保持1米8的距离 现在最新的规定 所以要保持2米的距离 我曾经讲说 这个职场的伦理 我又讲 我以前当过总经理 所以我的办公桌很大 很巨大 那也不是我买的 是我前任买的 很大的一个 那个办公桌上 我就开玩笑说 可以当个双人床 如果你想要在桌上睡觉的话 都可以躺两个人 这是我开玩笑的 那个办公桌有多大 你就知道 总经理董事长都是那种办公桌 那我的员工 因为我的办公室 市面都是玻璃的门窗 那我都把那个帘子拉起来 就让所有人来进来会客的时候 我也从那边可以看到外面 因为我长期都在公司里面 你随时都可以看到我在那边坐镇 有的时候我不在位置上的话 就是在巡视 一定在公司的某个位置 我在我要巡视的时候 我就把帘子拉起来 因为让人家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这里面 可能我在里面会客或者在睡觉 等等的 那我就这样 我就让人家无法防备我 这是我的办公室 那个领导统议学 我的管理方式 那所有在我们 在办公室 我这帘子拉开 所有进来跟我谈话的人 我说难得一尺 难得要离我一尺的距离 这是一个办公桌的距离 很多人喜欢跟你打小包 喜欢耳语 然后被其他员工看过 他就是特权嘛 就会巴结他 我刚刚要跟吴总讲了一些什么秘密 要透过你的话 可以每言几句等等的 这种小人我们看多了 戏剧也看多了 真实存在的这种小人也更多 所以我想说 男人跟我距离要一尺 女性员工要跟我 跟我跟我谈事情 汇报什么东西 我说要一丈 一丈远 大家因为门窗都是玻璃的嘛 都可以看到里面嘛 没有人跟我很接近的讲话 所以不会有时候 这个女的出去之后 说她不得了了 她跟我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都没有 就是雇佣关系 除此之外没有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保持距离嘛 一侧安全嘛 免得被人家陷人跳 或者是跳仙人嘛 那因此这就是距离嘛 现在人跟人 我说的群体关系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要保持两米 现在是两米啊 等一下 这个等一下Delta之后 是不是还有square什么的 或者是四边形 五边形 六边形 可能可能或者是交叉 或者多边形之后 会越来越复杂 这个病毒 那那个时候 可能不是不是两米了 距离不是两米 可能是20米 或者是200公尺 人跟人之间会这么疏离 那也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这个空气 基本上就完蛋了 那可能要不知道 争亡多少人了 所以我今天看到 这个新冠病毒的 这个新的发展 我只有用四个字来 来概括 就是瞎子摸象 没有专家 所有的所谓专家 都是在瞎子摸象 你可以看吧 一个小儿科医生讲了说 说有几个症状 会其实其中有另外一个医生 就就驳斥他说 流鼻水反而是好现象 到底是真的好现象 还是还是不好的现象 另外国外专家又讲说 反正是那个什么 国际什么WHO还是什么吧 说要现在保持距离 要保持国际卫生组织 保持两米 现在是两米了 距离又拉开了 那我现在已经 除了除了必要的 必要的那个外出之外 基本上我都都窝在家里 真的是宅男减居 隐居 真的是这样 好在我还有那么多书 还有那么多玩意儿可以玩 否则的话 那不知道 闷死了 但是那也没办法 因为现在是空袭警报时间了 外面有这个敌军 在轰炸 所以我们不能出去 一出去就完蛋了 不能暴露在空间里面 还有就 人跟人的之间距离 你就用视讯吧 所以我天天不只有上影片 你天天看到我 头好壮壮 现在 现在 以上 吴仲涵跟各位分享 用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个 用理性的眼光来 来面对这个灾难 大家都是瞎子摸象 没有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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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看 这个人才刚讲一个理论 那个人就驳斥他 但是这都是台湾人 那国外有什么专家人 基本上没有人 发表议论 只是告诉你打疫苗 打疫苗 打疫苗 就是打疫苗 那我刚刚也讲过了 疫苗 这个病毒一直在进化 从实际时代 现在进化到 铜器时代 未来可能要进化到铁器时代 你的疫苗跟得上吗 我们国家 中华民国 台湾的生物科技的 业者说 我们这个疫苗出来上 也能够对抗 印度的新型的 这个变种病毒 你相信吗 用膝盖想都知道 用屁股想都知道 以上吴松城 跟各位分享一下 瞎子摸象 谢谢